看一下,做完之后的话 其他部分的话,一样 就把这些名称也变动 变动的方法我刚刚有特别讲 就是把这个名称复制之后 把它拿到这个caption贴上就可以了 其他部分的话 这个应该是这个,放错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动作 这应该没什么太特别的 反正你只要不要放错 逻辑清楚的话 那就可以把你要的这个画面给做出来了 那以前当然我们就需要跟这个客户沟通 沟通什么呢?上面你要长什么样子 那我可能就先画好大概样子给你看 那你做确认,确认之后的话 那我就开始画画面 其实说真的,画画面对工程来说 这基本是简单都不行的事情 但也可以来来去很多次了 那只是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会怎么 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四窗 它将来就弹出来 然后主要可以跟使用者沟通的主要就是这四个 就是叫input 输入东西 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我们的这边有没有 哪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我从这边 这个输入到哪里?输入到这里 那哪个哪个列呢? 当然就是目前的最下面一列 加一就对了 也就是说有资料的地方 第七列的下一列 所以那我要怎么知道 最下面在哪里?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追踪吗? 有没有? 还记得吧 比如说游标放A1 Ctrl向下 有没有? 就range A1 点end 刮符 XL down 有没有? 然后点Raw就是追踪到的 有没有? 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忘记可以再把大概第二堂上课讲到的复习一下 然后再把它加1 就是第七列加1就第八列 就把它放在这一列开始 有没有? 那就是 所以特别注意 你填的资料填到这里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test box1 如果你第一 这样你前面如果删掉的话 你可能变2 可能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你有没有放这里? 看一下属性部分的话 它这边就有个叫name 有没有? name 它就是test box1 那里面放的资料就是点test 点test的资料如果输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再把它填到 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要做写的程式 把这个东西写到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就写到这里 有没有? 这里就写到这里 这里写到这里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呢? 其实应该算是复制过去 怎么样把资料复制过去 其实非常简单 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那就完成了 ok 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后面的三个栏位自动产生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的话 这个画面画好了 第二步的话 我们如果要执行它的话 刚刚是从这边执行 可是这样执行很麻烦 你不可能说以后叫人家直接到BBA里面执行 而且有些人甚至连开发运营都没有怎么执行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按钮 那我讲过 如果要做个按钮 比如按钮名称叫启动表单 那我要怎么写 还记得吧 固定SOP 1.请你先到哪里呢? 到Visual Basic 2.请你到模组里面 3.写一个Sub 有没有 那Sub其实就对应一个按钮 那按钮名称叫什么? 我叫启动表单 所以我叫Sub 空一格 那个按钮名称叫启动表单 启动 OK 表单 OK 那名称当然你可以取别的 没关系 Enter一下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Sub EnterSub也帮你写出来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很简单 这个名称叫什么? 叫User Form 1 对不对? 这个就表单 那你直接怎么打一个User Form 照上面的打 如果你有更改过名称的话 你就改成那个的名称 那User Form 大小写没有关系 你打小写可以 它没有区分大小写 那你没有打错的话 你按一个点 这个时候的话 我有讲过嘛 如果你要把它 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称 所以你又打一个sh 后面就出来 称 它是绿色的 表示它是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什么? 帮你把它跳出来 就这么意思 User Form 称 OK 那会有朋友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把这个表单关起来怎么办? User Form点什么? 里面有什么? 嗨 有没有? 嗨就关了 嗨就秀 嗨就关了 当然以后如果你不记得这些 没关系 其实你会发现这边都可以 上上下 有时候我就忘记的话 我会看一下里面有那种方法 感觉最接近的 然后有秀 秀的最接近 那就找这个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怎么 先在这边 先执行 一下看看 有没有秀出来 有秀出来 关怎么关 当然有个叉叉 你就不用再嗨了 如果你要再关就是 关闭表 也可以 就User Form点嗨 也可以 只是我觉得多执行 这个叉叉比较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可以在这底下做个按钮 很简单 把那个刚刚的Sub变成一个按钮 那我习惯是拿这个的按钮来复制 贴到底下 这样的好处就是按钮大小会一样 然后按右键 再重新修改这个按钮 叫做启动表单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也叫做启动表 所以把名称复制按确定就好了 然后把那个外面这边的名称删除掉 贴上启动表单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大功告成 试试看 按下去 启动了 然后就把它关掉 启动了 就关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很方便的 如果我今天要输入资料 我就把它打开 不要输入就关掉 OK 另外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 那个因为启动表单明明在这边 可是呢 将来你给客户 或者是给使用者 他们就说 找不到 他明明就那么大 对 那他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做出一个功能 就是当 他这个 以色尔打开的时候 那 他就自动跳出来 也就是说呢 可不可以跟着那个什么呢 以色尔启动 那也把表单也启动了 诶 有没有办法 其实哦 可以哦 怎么做哦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现在是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跳出那个 userphone.show 的那一段程式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要让那个 当以色尔启动的时候 也顺便启动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第一个 点一下这个visual basic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哦 目前的工作部 其实工作部呢 就是目前的这也是有档案 那它特别是有 在那个 这个VPA里面的专案的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这边就有个叫什么 list workbook 诶 指的什么了 诶 list就我自己了 就是我目前的这个工作部 就是我目前这个也是有档案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要控制它的话 很简单 把它点两下 那如果你要写一点东西的话 记得哦 这个里面哦 让你设定一般指的是什么 一般指的是哪一个哪个物件 这个物件 就是workbook 这个工作部 后面这个东西的话呢 有一串 这个后面东西就是 一般英文名称叫事件 英文叫event 中文意思叫事件 白话意思说发 这是什么 它有产生什么样的动作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个什么呢 预设的open open意思是什么 当这个工作部被打开的时候 这个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叙述是当这个工作部 就是这个list workbook被open open 是档案打开的时候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要做什么事 所以哦 如果你什么都没写 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但如果你希望哦 当表单启动的时候 那你也怎么样 把那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表单怎么启动 还记得吧 就是把什么user user phone 有没有 就刚刚那个动作user phone1 电什么 点show写在这里比较好 哦 意思就是说 当我这个工作部 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去执行这一段程式 哦 这样都ok了 所以我们把它关起来 所以特别是要 写的地方哦 那我再讲一下哦 1 把这边点两下 2 指的这个工作部 被打开的时候 然后它自动会跳出 两行程式 中间会是 空下来的 那你就把user phone 1.show 写在这里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要把它关掉哦 在不过目前 大家要重新启动 就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再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 那我就重开一下 我那个档案的话 它我是把它放在 我的范例档案里面的 这个哦 ok 它已经存档 今天日期 对 ok打开 那一样哦 它这个show的话 它会 应该会跳 先跳那个 是不是要启用内容 特别注意 一定要启用内容才可以 没有 我刚刚已经按过启用内容 所以它没有再问我 直接打开了 有没有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让那个 当工作表启动的时候呢 就顺便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只要把程式写在什么 list workbook里面的 当这个工作部被open的时候 那你就把程式写在这个里面 哎呀嘛 这跳出来没问题 记得哦 这个 这个list workbook 当这个workbook被open的时候 写这一行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按钮哦 特别注意哦 按钮是写在哪里 写在模组哦 有没有 模组 反正以后啦 你看到你要按钮的话 就是这个一定是对应一个sub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有个固定的sop 反正你就尽量把这个记熟了 以后大家就这样做就好了 那我尽量也是教大家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你也不要想太多 反正就照这样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固定流程写在笔记本上面 反正以后就照这样做就好了 以后写程式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也不要把它弄那么复杂 虽然说 撰写程式的方法很多种 但是我建议啊 尽量啊 就是先把一种先记熟 等到你这一种已经很熟练了 你再去变化 如果你还不熟 先不要变化 反正先照这个方法做就好了 ok 试试看 启动表单部分 好